作词 李宗盛 我像镜子照色好了 镜子照色之时就是镜子 你在哪里看到镜子 镜色上就是镜子 它不是离开镜色 有一个镜子 这个大家应该都没有疑惑了吧 镜子照色是镜子 那镜色是世界的幻化 世界是什么意思 不断的交替变化 就是世界的幻化 但是世界的幻化 镜子正在照这个世界幻化时 就是镜子 那是不是就可以说镜子在照镜子 镜子看到的是镜子 这里面根本就没有二 就是一镜子看到就是镜子 镜子看到镜子 它是真正躲在色上说 我看到镜子的吗 不必 镜子看到镜子时 它连镜跟色都不必说 因为它看到镜子 但是这个看到镜子时 就是镜色世界的变化处 不是吗 听得懂吗 这个逻辑应该听得懂吧 镜色处就是镜子 那镜子献镜色 是不是就是镜子 镜子献镜色 既然是镜子 就可以说镜子在照镜子 照显镜子 不是吗 只是我这样子讲时 你以为说二 其实就是一嘛 镜子在照现镜子 我先讲二 然后告诉你 其实它就是一 镜子献镜子 那就不必再说二了 就是镜子 那镜子正在现实 它还要说 我再现个镜吗 我再现个色吗 不必吧 它连镜都不必说 何况说色 所以你在佛世界之中 佛国净土之中 它有没有世界像 有 就像镜子献色 但它真有世界 不是就是大绝体 叫佛国净土 进度 你将来一样现前 所以你将来活到世界 活到你的愿力 遭感世界 所现的世界 不能遭感愿力 所呈现的世界 你虽然还有一些 云云众生 也在这个世界中 但是你永远活的 就是你的佛国净土 那你说 那佛为什么现前处 会跟众生在一起呢 他的世界现在是他的决心 为什么跟众生在一起呢 你不知道 因为这个决心之中 虽然决心不必再更说世界 但是决心也从来不暧昧 一切世界交替变化 那叫众生相 所以他的因缘 智慧德恨里面 德性里面 就倔逐如是众生 在倔逐如是众生时 能复合如是众生的因缘 也会陷在如是世界嘛 你虽然活的是你世界 决心的世界处 但是因为你有这个福德因缘 你刚好身高正逢 一切圣前出现时 就从你的感受狭隘的决心之中 你能够体会到一分 圣人心中的那种世界 那种领域的这种光明 你就增一分 你就破除一分的无名 同体也到佛国净土来 所以那叫凡圣同居 决心有离开过凡 所以将来你要是回头时 你还会先看到凡圣同居 什么叫将来回头时 看到凡圣同居 就像我刚刚讲的是一样的 你要真的念念之间 都要提起自己 其实都是绝 都是绝 将来你在这一句话熟悉时 你突然发现 每个起情动念现前时 你已经不像凡夫一样 是站在感受所感受的 你是站在决心所感受的 你站在决心所感受时 你就会突然感觉到 虽然还不叫做 已经到了凡圣同居 但你已经感觉到什么 我还是感受吗 不是 我不知道感受吗 是 你已经有点懂得 凡圣同居的意义了 你才知道无量节来 你的决心 你虽然还没有看到后面 但你已经知道 原来无量节来 你的决心之中 在感受的最沉闷的暧昧里面 有一年亲民 也从来没有遗失过 你才会更深法性 更深信心 那都是要这样子 呼唤下手来的嘛 所以我说听经文法 就让你心熟 你招rive 我肯定是 我肯定不是 我肯定不是 这个刺客 有一点 即是 我的 我肯定不是 这样子 就让你 我肯定 就是 那个 那么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